我们今天就来到了深圳的蛇口 参加一个比亚迪和DM的一个静态鉴赏活动 那么比亚迪汉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款车型 那么之前大家看到的可能都是它的EV版本 那么今天它的插电混动 DM版本终于来到了我们身边 那么喜欢粤菜的朋友可能大家知道 你给广东厨师一条鱼 它可能会给你做出一鱼几吃的做法 比如鱼头来个炖汤 然后鱼奶给你清蒸 鱼骨头甚至还能给你来个椒盐 那么比亚迪呢可能也像广东的厨师那样学了几招 汉EV和汉DM给了你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前脸设计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汉EV订单太好 小的合不拢嘴 所以汉DM现在变成了一张大嘴 那么虽然是一鱼两吃的做法 但是比亚迪的设计语言Dragon Face 3.0的设计语言呢 其实在汉EV和汉DM上面都有体现的 只不过相对于汉EV的一个封闭式的一个格杉来说的话呢 那么汉DM用的是一个龙甲式的大尺寸的一个中网 那么其实这种大尺寸的中网在比亚迪的DM系列车型上面 以后都会比较多的有一个呈现 那么就像是Song Plus的DM你会发现 它也是用了一个龙甲式的大尺寸的进气格杉 然后上面有一条小小的小进气格杉 那么比亚迪汉的DM呢采用了一个2.0T加BSG电机再加一个后轴电机的一个结构 那么比亚迪叫它DMP双情四驱结构 那么一个2.0T的发动机能够产生141千瓦加320牛米的扭矩 BSG电机呢25千瓦60牛米 这个BSG电机啊能让换挡更平顺 也能在极加速的时候呢注意把力 那么后轴的那个电机呢有180千瓦加上330牛米的一个扭矩 至于这个车子开起来怎么样啊 那么我们只能等动态体验的时候才能告诉大家了 那么从侧面来看啊 比亚迪汉DM的线条是非常舒展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些细节啊 轮胎这里它是采用了一个245 45 R19的一个19寸的轮毂 搭配上一个马牌的M46的一个高性的轮毂轮胎 相信那个抓地力会非常的不错 那么在翼子版这里一个比亚迪迪赛的一个识条 这个在汉EV上我们也能看见 那么值得注意一下的是 在后视镜这里有一个NFC的标志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用手机就打开这个门锁了 再往后看 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开车的时候呢 它会缩回去 你要开门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弹出来 那么在C柱这里 它叫一个龙爪式的设计 我们之前啊 会在一些像是美式的肌肉车上面 一些比较老式的美式肌肉车上面 在C柱位置会看到这样一个装饰 也比较体现一个动感的感觉 那么汉DM呢 采用了一个6倍式的线条 那么从后面来看 特别是侧后45度来看的话 那是非常好看的 但是这种采用6倍式车尾的一个车子 如果没有采用一个线背式的尾门 就像是斯科达的明锐 或是大众CC那样的线背式的尾门的话 就会碰上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行李箱开口有点小 再加上如果行李箱深度比较大 东西放的比较深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那么汉DM包括汉EV的内饰做工用料 在BRD里面肯定算是数一数二的 在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里面 也可能排得上是前列 像是这些座椅的皮子 通风 加热 而且它真的是一个NAPA的皮子 而不是像有些30多万的合资品牌 甚至豪华品牌 还给你用人工皮这样子 那么像是各种的接缝 各种旋钮的一些卡位 按钮的一些回弹 能不能看出 比亚迪在很努力地营造一个豪华的感觉 15.6寸的一个中控屏 自然是非常地抢眼的 那么比亚迪的一个独门秘境 可旋转式的中控屏 自然也不会缺席 虽然豪华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 它需要一些历史的积电 但是呢 有的好的用料 好的做工 比亚迪可以说是为 打造一台豪华的车子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又能用油 又能用电 那比亚迪和DM是不是有改电啊 那肯定不是啦 那我们可以看到 比亚迪和DM 它的后排啊 其实它的空间 并没有受到电池组多少的影响 地台的高度差到好处 不会让你有一个蹲坐小板凳的一个感觉 那包括座椅的靠背角度啊 然后坐垫的长度啊 都是比较足够的 Napa的座椅 那个真皮材质也是非常的舒服 不过啊 焊DM相比焊EV 还是少了点东西的 那么焊EV的一个顶配呢 有一个座椅靠背 后排座椅靠背的一个角度调节 那么焊EV 在中控扶手这里 还有一个液晶的 可以触控屏 还有后排的通风加热按摩 那么这些呢 在焊DM上面 是通通没有的 不过焊DM呢 在空调出风口这里 还给你留了一个 空调的一个操控区域 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比亚迪通过焊DM和焊EV 在非常努力的打造一款 性能非常不错 然后外观内饰设计 都能体现出一种豪华感 而且性价比还非常高 能够为一般消费者 所承受的一款 新能源的轿车型 至于啊 这个车子开起来怎么样 那我们只能等到 它的动态试驾活动 我们才能告诉大家 一个动态体验的感受了